PHP套件的管理軟體 我們使用的是Composer Composer 就 英文字的翻譯來講是作曲加 那它其實就是協調各種PHP的套件 那我們要來安裝這個Composer 那它其實是一個免安裝檔 所以我們直接進來Composer的官網的時候 我們選擇Download 選完Download的時候這邊可以看到 Download Composer 然後它有說可以在你的Cerminal 就是終端機然後下這一串的東西 那我們來試著看看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進來終端機 那我們先來 我自己的使用者的根目錄 然後把這一串給貼上去 按Enter 好那它可以說 已經下載成功了 Composer Successful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一個叫做Composer.phar的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裡就會多一個Composer.phar的檔案 它是一個免安裝檔 那是為了讓使用更方便 所以我們要把它移到一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底下的地方 這裡都沒有 好那我們來Getting Start看一下好了 因為印象中是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先把它移到 好那它這邊下載完之後 好那它這邊下載完之後 這裡有一個Globaly 好那它其實是把這個檔案移到User.local.bin底下 然後並且改名叫做Composer 好那我把它做一個移動 所以我們把這一串固執起來 好 無法移動 就是全線不夠 所以其實前面要加setDo 在Ubuntu系統的話 加setDo 然後還注入你的密碼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User的 Local的BIN底下 就會有一個Composer 就是我們把那個檔案已經移過了 不小心我們回到使用者的目錄 看一下 好那剛才下載那個檔 PHAR檔已經不見了 已經被我們移到User.local.bin底下 好那這樣就表示已經安裝完成 可以接著使用了